第十九題 佩穎將第一次、第二次和第三次所測的兩統和液體的總值量為M 及液體體積V做出實驗圖形 如右圖所示 請比較三次的液體的密度大小為何 假設第一次跟第二次第三次的密度分別為假以比 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是測量了同一個液體 所以它的密度應該都一樣 所以會假等於以等於比 第二次我們看圖形 這樣表示他們體積跟質量基本上有乘正比 而它沒有過圓點的原因是因為 它原來有一個兩統的質量 那麼它要乘正比的時候 必須是密度一樣的時候 體積跟質量才會乘正比 所以不管我們怎麼樣看 我們都會曉得這個的密度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問我們說 比較在13次液體的密度大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假等於以等於比 得到一些 你 我們不可以 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 也不可以 找一下